请检采 市长柯文哲与多位议员里长 一同为启用仪式进行检采 历时两年四个月 位于内湖科学园区内的 大港前公园地下停车场终于完工 地下两层的停车场 总共有258个小型停车位 176个机车停车位 将可舒缓内科园区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这个花的六亿元 盖了两年四个月 其实大概有延连的 因为本来我当时希望说 跟旁边那个T-Hub同时开步 我当时因为流标你知道 整个工程有延连 那希望说透过这个好的管理以后 这个可以更有助于内湖地区的交通 停车场采用最先进的智慧停车设施 还设置了电动车专属格位 并提供多元支付方式 以及各种贴心服务 除了停车功能外 地面层公园还规划了装置艺术 与油漆设施 提供民众休憩游玩 停车场的管理 还是会尽量朝向依化 那也为了要鼓励大家来使用 从今天开放一直到月底 十月三十澳底 免费试用 这个停车场的使用 对内湖的交通 可以再做小小的改善 当然是这样的 一旦这个停车场使用 周边那个路边停车 我们就会更严格管制 大港前公园地下停车场 小行车周一到周五 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每小时收费四十元 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 每小时收费十元 假日每小时收费二十元 机车每小时收费十元 当日当次上限二十元 欢迎民众多加使用 记者联席会议台北报道